花蓮縣婦女經貿文化交流協會27號 舉行了花蓮縣2020幸福回蘭傑出婦女表揚及感恩活動 現場徐中衛和300多位的婦女姐妹們同喜慶賀 感謝他們為社會大眾的貢獻還有付出 而今年活動別除新財第一次安排星光大盜 讓每位受獎者身穿著晚禮服 由專業美妝老師精心打扮 宛如一場時尚服裝秀 現場氣氛熱鬧又溫馨 花蓮縣2020年幸福回蘭傑出婦女表揚及感恩活動 現場徐中衛與300多名婦女姐妹同歡慶賀 感謝他們為社會大眾的貢獻以及付出 現場徐中衛表示很開心看見每位婦女們展現自信美麗的一面 婦女姐妹們在家庭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也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力量 更是現代國家進步的表彰之一 婦女姐妹其實對於家庭它有非常非常大的舉足輕重的核心價值 其實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 我在這個場合要跟大家說說什麼 如同燕子姐姐講的 我們人生就不斷地不斷地在學習 我們不是給自己壓力 而是給我們自己前進的動力和進步的力量 從學生海體時代到少女到青少女到新婚結婚安家 然後我們再成為更高階的祖父母之後 走再跨越天堂走出來參加社團 這是我們大概四五年代的女性都是以家為主 而我們現在今天獲獎的有很多的婦女姐妹 是家庭與事業兩個情形協力來做 這更難能可貴 在我們以前四五年級的年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看著我們的長輩這個身教 演教聚足在我們眼裡 還有在我們人生在我們生活的環境裡面 所以我們常常實時感恩 實時孝敬 實時尊重的往上 至久未結束婦女都有過人以及阻擋移民的表現 各自發揮所長 關懷弱勢家庭 幫助貧困家庭 敦情慕靈 造福社區 和多年在地方的付出 則是有目共睹 記得喜歡 歡迎收看